您听过通用设计Universal Design吗? 它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不受局限地使用某些物品或空间 并不只是针对少数弱势的身心障碍者族群的需要 是一种充满人性的设计 也是爱与关怀的设计 其实一个人的生命中 大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段 可被归属为生长时期 例如儿童、高龄、怀孕、生病和意外伤害等 大致公共空间或者小到个人餐具、文具的设计 都能纳入通用设计的概念 就像电梯 就像刚刚我们做的捷运 还有我们做的低地板公车 它都已经不是为了特定人做设计了 它可以让提心理的人可以进来 然后扭伤脚的短暂受伤的人可以进来 老人家、孕妇 还有个子比较矮的小baby、小朋友、娃娃车 还有送货的 我们刚刚也遇到有送货的 还有保全人员送运钞车的 其实这就是一个 不管是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 我们都要考虑到不同人的生命阶段的需要 它的条件、能力、选择 在一并的纳入设计 这就是通用设计 也是台湾人的福气 财团法人自由空间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唐峰正 一谈起在台湾 由他一手推广的通用设计 就一发不可收拾 他从公益出发 虽然自己账户存款不到五万元 却能募到五百万成立这个基金会 九年来他以全人关怀的角度 塑造友善的居住及生活空间 可说不遗余力 这位生命的斗士 朋友都喜欢叫他小唐 不以悲情为诉求手段 用乐观积极的能量 一步一脚印去解决 人在生活中可能面对的不便和伤害 并拥有基本的权利及尊严 简单来说通用设计有几个原则 公平 弹性 简易及直觉 省力 防错及容许错误等 当然在现实推广中也要有点智慧 就像是捷运延迟开关的巧思 那是一个画面 是电梯里面挤满了 一看就一般人 然后有一个老阿嬷七十几岁 在门口进不了电梯 我很生气 我说为什么你们不让阿嬷进去 那当然这件事我就反映了给捷运公司 说你们吃东西都罚钱了 为什么乱坐电梯不罚钱 他说这个没办法罚啊 对 因为有的人是脚不方便 有的人是肚子痛 你怎么弄 这只能推广 所以他们就推广 结果推广都挨白眼 义工去跟人家讲都还被骂 连年轻人都会给他白眼 所以最后我就想 那既然教育这么慢 我们就从电梯里动手脚 有一点巧思 让懒惰的人坐电梯反而慢 所以我们就从那个开关门的速度 跟秒速给他延长 也就是说 你一进去你就要等六秒钟 电梯才会关 你怎么按那个关门钮都按不起来 然后等门要关的时候 如果再有一个白目的挤进来 再六秒 你就会发现 哇 这个坐一个电梯要等十几秒 二十秒 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 慢慢的从所有的电梯去改 让受过苦的人 你就不会想要来坐电梯 赶时间的人 他们就去坐手扶梯 然后也因为这样的延迟关门 让行动比较缓慢的人 在进去的时候没有压迫感 不会紧张 在推广通用设计的过程中 因为小棠从不把自己 摆在中心位置来思考 他为左撇子 为视障者 为年长者 为小baby 甚至为肥胖者发声 大家都慢慢能同理他的诉求 甚至在九年前 办了第一届的通用设计奖 单枪匹马南北奔波 在各个大专院校的设计系 办理校园说明会 成果丰硕 通用设计已变成 多所大专院校必修的课程 短短几年内 因为他的热心 社会的回响 政府开始编列预算 这是社会运动极少见的 也是文明进步的社会 该有的景象 这当中小棠功不可没 而受贿的是整体民众 你们知道以前就叫无障碍升级 大家都想到为了那些 做轮椅的 拿拐杖的 也是这样 可是曾几何时 我们人口结构改变了 老人越来越多了 还有很多人 长久被忽略了 左撇子的人 都有趣味囊 他们拿个剪刀都不方便 还有一些 他不是故意的 可是很胖的人 对不对 你没有电梯 你只要爬楼梯 这是多么没人性的一件事 我就发现 喔 原来设计 或所谓的无障碍的大环境 应该是要有通用设计的观念 就是不是用本位来看 我们去关照别人 我们今天就会坐到 无障碍计程车 我们可以坐捷运 我们可以坐 最重要的像低地板公车 他就是以前有阶梯 不好上去 现在把地板降低 老人、小孩、娃娃车、轮椅都上去了 我记得我第一次坐上低地板公车的时候 我很担心说 我坐上去会不会误了人家的时间 会被人人骂 很紧张喔 然后实际就停了 把我推上去了 然后把我轮椅固定好 全车鼓掌 那些阿公阿嬤就说 我们现在公车才行 轮椅都可以起来 我马上补一句说 对 这个通用设计就是 让我们的品质越来越好 基本上是 唐董他都是外出去开张辟图 就是去跟长官 然后去推动通用设计 那基本上他的身体限制 他不能做的事情 就是由我来做 基本上会是企划 还有实际的执行 像我们每年都要做通用设计竞赛 然后募款 就是准备好募款书 企划书 今年要做什么 然后让他出去募款 在这里工作 我觉得他让我学习到 两个真的很 生命中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相信还有坚持 那我知道他 从大概九年前开始 然后筹办了第一届的通用设计 设计奖 那中间的辛苦相当 这中间的辛苦很难 真的不足为爱的人到也 但是他每年每年每年 就是一直 他一直去去去测着自己 说这东西 这是有意义 对社会教化有关 有正面的影响 所以他一直咬着牙 一直做下去 听着小唐口沫横飞 意气风发地大谈自己的理想抱负 很难想象 这位身高不到100公分的终身轮椅族 是一个从悲惨的出生开始萌芽的 民国55年 小唐出生在嘉义西口 有前途似锦的台电公务员父亲 貌美温柔的母亲 这一切都很美好 但在满周岁前夕 突然发烧到四十几度 父亲出公差 母亲当时慌了手脚 不知道怎么处理 傻傻等待父亲回来 因此延误了救治的黄金时间 等送到医院的时候 医生也无奈地摇头 并请家人准备后事 依照台湾人的习俗 将他全身包着布巾 放在屋檐下 等到断气再埋葬 但是跟死神搏斗一夜的风筝 捡回了一条命 但也因此失去了双腿和一只手 身体也出现了严重的卷曲变形 来不及开口的唐风筝 注定一辈子靠着轮椅度日 隔年父亲因公殉职 三岁母亲离家 小时候就跟着阿嬷长大 成长的艰辛可想而知 我是出生八个月发高烧财烧成一样 是大人的书录 那医生判定没救了 就是小麻痹了 在南部 嘉义南部的乡下 然后第二年我爸爸过世车祸 第三年我妈妈又离家出走 老实讲比那个民事连续剧还惨 那我的成长过程是很辛苦的 因为在没有资源 在乡下地方 我连读书都以为读国小毕业就好了 后来才知道还要念国中 慢慢的 其实我的成长过程是比较辛苦 可是我觉得生命中会出现很多的贵人 像爸爸妈妈不在 阿嬷照顾 所以他就让我吃穿 然后不要让我生病 其实当时在乡下大家都以为很快就会死掉 因为完全没有亲近的人照顾 可是阿嬷给我价值观 让我知道说 环境不好 你也不要有悲观的权利 小唐过动儿的本质 让他的童年 青少年时期 尽管行动非常非常不便 但靠他活泼 乐观 爱搞怪的天性 也能活出一片天 听他叙述过往 威威道来 我们好像和他一起进入 小飞侠的调皮狂想世界 若说有泪 那也是在笑声中 从眼角不小心掉下来的几滴水珠 直到国中毕业后 基本上因为当时搭车 上厕所都困难重重 只好结束了正规求学的生涯 几个死党都继续升学了 辍学在家的小唐 日子是很无聊的 越是孤单 越是焦躁 阿嬷又成了他无理取闹的对象 幸好他的四伯父买了很多书 给他打发时间 他从不防一室 到渐渐沉迷 到后来的欲罚不能 他从书中找到了安慰 找到了解答 找到了力量 既无法走千里路 但读万卷书 他办得到 没办法念国立编运馆的书 没办法念大学 高中念大学都没办法 可是我就想 我应该要有知识 所以我就自己阅读 自学 读了一两千本的书 越读越明白 会发现自己还能写作文章啊 然后很会写一些风花学乐 我就认为那是风花学乐 然后就自嗨 然后后来发现自己太有才华了 虽然阿嬷过世了 那我也成年了 已经二十几岁了 我就想 对 我的靠山都没有了 可是我要怎么为自己的人生打算 因为阅读才有力量 你真的从自然的吸收知识 你会发现 你还有很多 好像你的很多的触角可以延伸出去 终于我就下定一个决心说 如果我留在乡下的地方 我恐怕没有任何的机会在成长 可是我的知识告诉我说 我们有才华 而且台湾卫说一支炒一点路 一定会有博乐发现 也因为他当年的勇气 今天我们才能在这里 听他畅谈通用设计的理想 不只如此 他还凭着过人的运动细胞 两度横渡日月潭 自称是全台湾游得最快的漂流木 而就算是坐在轮椅上 也能成为台湾废德了 我们障碍者 你说要在陆地上 做很大的运动 尤其像我坐在轮椅上 我根本没办法 跑步没有用 我虽然很能跑步 因为我这电动轮椅 我跑我不会累 别人会累 所以我是超级马拉松 不然所以你们现在跟我比赛 你们都不是我的对手 那我们现在去超级马拉松 跑50圈 我赢了 因为我只要充电就好了 可是其他事 可是我坐在上面是没有运动的 所以我一直在找一个我可以运动的 在陆地上 后来在六年多前 我才发现 Wii这个游戏很好 它可以让我心里感觉 我是真的在打保龄球 真的打网球打棒球 然后因为我热爱运动 然后我就买来了 然后自己试试看 就发现我的手可以靠着那个 心里的想法跟Wii的设计 然后轻易的可以开始挥动我的手肘 然后又可以进入那个游戏的情境 所以我就开始觉得很好 结果我六年来呢 我都在练那个网球 因为我太喜欢网球 因为费德勒太帅了 所以我号称台湾Wii网球界的费德勒 我马上就 然后就喜欢跟人家PK 那我因为练六年 没有人会打一个Wii的游戏 然后同一款游戏练六年 所以我太厉害了 因为我只有右手可以动 所以我游泳的时候是 侧泳 然后我还要在水上面维持平衡 然后用我唯一会动的右手 拨水 还要拨直线 还要面带微笑 很难耶 可是我常常就是 去那个运动中心 就一个人去游泳 然后三四百公尺 然后花了一个多小时就回来 然后让自己的身材越来越好 我以前没有肌肉了 现在有了 小棠乐天的外表下 有只正直刚毅的背脊撑着 身体的不足却定义了 他生命的完整与丰厚 和小棠过去所面临的困难 挫折考验相比 您是否觉得自己的狱卒 不快 难题都显得唯不足道 而且和小棠相处 不需要小心翼翼 战战兢兢 因为他从不把自己当成弱势 我那次小棠大概七八年 那我常常看到他 我就会想到希腊神话里面 太阳神有个小儿子叫做福尔泰 那个福尔泰就是听说是长得奇丑 有很多缺陷 可是他了解自己的限制以后 他就更努力 就是为人类打造了非常多有用的工具 然后甚至是把火啊 引建给人类用还什么的 那我会想到这个比喻是我觉得小棠 棠峰镇啊 我都叫他教主的原因是 因为他非常能够激励人心 虽然他是基督徒啦 所以不应该教主 但我觉得我就说他有创了一个 叫做激励人的宗教 就是说由自己所受到的限制啊 或是小时候不是很好遭遇啊等等 然后换成正面能量来帮很多人 他除了走路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之外 其实他比一般正常的人还要正常 因为我觉得跟他在一起相处的时间 我们几乎都是大笑 就是每次在一起就80%的时间 都是在那个大笑的状态观当中度过 所以我们两个很难有那种 人家说的那种很浪漫的桥段没有 像我跟他出门 那我们走在路上 人家可能路人就会很直觉的看我的脚 就想说我这是不是有哪个地方不方便 然后我后来发现这件事情 我们就觉得非常 我后来跟他讲之后 我们两个就非常好笑 我们就变成观察路人 眼睛看哪里 这件事情就变成我们两个人的乐趣 所以其实可能或许对一般人来讲 会觉得很受伤 可是我觉得在他身上 我们得到的其实反而是一个比较正向 而且还蛮误谐的反应 我很喜欢一句话 这是我自己说的怎么会这样 就是叫做世界呢不会向你走来 除非你移动自己去拥抱世界 我是一个很表征就是真的现在弟兄们 你们把我抱起来放在地板我就回不了轮椅了 那我是一个很容易就被受限的人 你一定不是比我还容易 你们可以最敢跑掉疯 可是我鼓励每一个人应该是要主动的 要大量行动的 你可以去探索这个世界的任何可能性 不过最重要就是因为你有行动 你才会有意外的收获 有意外的收获 你才会有丰富的人生经验 与我与你其实都一样 我们只要不要赖着不走 不要像战败的攻击 就是行动 行动 行动 小棠是一个奇人 奇特之处在于他那似乎永远用不完的热情 也在于他先天不受限于身躯之外所散发的生命力 以及他为理想召集众人城市的领导力和执行力 人生的各种辛酸苦辣 他一派轻松自若 幽默以对 正如小棠所说的 他不是身心障碍者 他是挑战者 下次如果你看见一位坐着轮椅 干净十足的都市游侠 以电动轮椅13公里的急速 穿梭在大街小巷 那肯定是唐风阵 记得为他加油 他会很乐意分享他杀不住的人生狂想 创造自若